就要登台了 两组表演嘉宾都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 小金宝这次是和于谦 郭麒麟搭档群口相声 我说我睡一会儿去 要上场了我心情嘛很紧张 这个第一次跟我 是大爷合作嘛 很高兴 然后我把那个小汉子把它塞在里面 对于这一次的北展的演出呢 我要拿出我全部的实力的奶面醉 而且我拿出了我最好的朋友 超级大只的海绵宝宝 有了他来帮我助阵 我一定要在这次的北展演出 拿下第一冠军 加油 GO 那么下面这个节目呢 可是别开生面 是华旗校江湖特约表演嘉宾 李胜唐 为您带来的魔幻气球人 掌声有请 哈喽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哇 现场的观众人这是人山人海 我是来自于台湾的魔幻气球人 李胜唐 废话不多说 马上来送大奖 我准备了一支超级大支的 这个东西 你们不能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对没有错 海绵宝宝 有多少人想把这一支大海绵宝宝给带回家的举个手 看一支够不够 不够的话 哇 哎呦 这么多人 真的很敢举 好 手放下来 没有关系 待会我要把这支海绵宝宝给送出去 我要从这么多的观众朋友里面 我要邀请一位幸运 又勇敢的男性观众上台帮我忙 你只要上台挑战成功 二话不说 超大支的海绵宝宝 马上带回家 没有问题吧 这这这这 等一下等一下 我数到三在举手好不好 来来 一 二 哎呦 人非常的多 后面也可以举好不好 三 哎呦 好啦就是你了好不好 掌声鼓励一下 来就是你 赶快到我们的舞台上面来 来这位同学 这位先生 在你上来舞台的时候呢 来先来访问一下好了 上得来吗 哎呦 伸手绞结 太好了 来 这位观众 这位朋友 来先面对大家 先打个招呼好了 请问你 什么称呼 吴浩良 吴浩良是不是 来自于哪边 来自于东北 来自于东北吴浩良 这样子好了 好 我叫你小良 好不好 给你一个任务 我要你保护 所有人的安全 可以吗 可以 可以啊 听你好像露出一点疑惑的表情 没关系 那你怎么样保护 所有人的安全呢 第一个很简单 你双手空空没有东西 对不对 我要做一把武器给你 你有了这把武器 你就可以见不起保护 所有观众朋友的安全了 武器怎么做 我只要呢 拿起一条气球 把这条气球呢 把它给冲气 冲起来 冲起来之后呢 这个气球就在我的手上 会做出一个 很厉害的武器来送给你啦 先转一个泡泡 再一个圈圈 接下来把这条长长的气球 穿过圆形的圈圈 瞬间 断腰 就做出了一把 海盗的弯刀了 小良 海盗弯刀先帮我拿着 先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拿了弯刀 保护大家的安全 拿着宝剑跟别人决斗的时候呢 你可能不小心 一二三 打到哪边 头 对 打到头 不安全 所以呢 我不只给你一把宝剑 保护大家的安全 我要再做一顶帽子给你 保护你自己头部安全 对你够好吧 对不对 帽子在头上 所以小良 头拿过来借我量一下头围的大小 好不好 量一下你的头围有多大 来 双腰 这么大 再转一个小泡泡 放到前面去 一顶非常帅气的帽子 双腰 这样就做出来了 这样子能够帅气又好看 先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拿着这顶帽子 跟这把宝剑 保护大家 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 可是问题来了 有了这把宝剑 要把宝剑给收起来 需要一个刀鞘 对不对 小良 刀鞘 需要你来帮忙了 为什么 因为刀鞘 需要两条气球 才可以做出来 所以小良 看你长得这么的威武 这么的雄壮 帮我把这条气球 把它给吹起来 好不好 你一条 对对对 吹起来 好不好 等你把气球给吹起来之后呢 你一条 我一条 待会两条气球 吹出来之后 做个刀鞘 来送给他 因为刀鞘需要两条嘛 讲了这么久 他应该已经吹起来了 一起来看一下 好吗 已经开始了 开始了吗 你开始了是不是 这样子好了 今天我要示范给大家看 我也不要用嘴巴 就可以把它给吹起来 亲爱的朋友 你们相信吗 不信 很好 做给你们看 我要教你 好不好 用鼻子吹 对 用鼻子吹 跟我一起来 好不好 第一个步骤很简单 用你的左手 大拇指 十指拿出气球 吹嘴的地方 接下来放到 你的左边鼻孔的下缘 放到这个地方 右手 手指头 十指伸出来 塞住右边的鼻孔 把它给塞起来 堵住之后 你只要轻轻的 一 二 三 就可以 最起来的 谢谢 有没有办法同时间 双管齐下 两条一起来 你们觉得可以吗 可以 你来 好不好 是谁 还讲着这么大声 坐在第四排的 女性观众朋友 是不是 好啦 我的老师告诉我一句话 就是观众的要求 永远都是对的 马上是给你们看 看仔细 千万不要眨眼睛 好不好 左边一条 右边一条 同时间两条气球 放在两边鼻子下面 一起把它给吹起来 看仔细啦 一 二 三 对的 你们还记不记得我刚刚说到书什么送给小梁你们还记得吗 对刀鞘很好刀鞘放在腰上面 所以小梁 帮我一个忙 两只手举高 变成拖翔的姿势 好不好 两只手举起来 这个腰带呢 刀鞘放在你的腰上面 好 放上去之后呢 就可以把这一场非常帅气的宝刀 把它给放到你的刀鞘里面 好不好 放进去之后呢 来 绕一圈 给大家看一下你的帅气的造型 走个秀好不好 让大家 收任务 好 这样子有没有就可爱很多了 好 如果 如果觉得你觉得这样子不好看的话 马上让你变成全场最帅气的观众 好不好 怎么样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现场的灯光 SPA-LINE非常的强 有 那很强的时候那怎么办呢 我要让你变成全场最帅气的观众 我要做一个帅气的太阳眼镜 来送给你 好不好 这个太阳眼镜呢 一样需要两条黑色气球 才可以把它给完成 把这两条黑色气球 冲气 冲起来之后呢 把它给绑起来 变成第一个造型是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 其实不是要做眼镜 往下摆可以当胡子 往上掌可以当眉毛 往上翘可以变什么 错是蟑螂好不好 好认真一点 好不好认真一点 从中间再把它给对折 对折之后呢 可以变成一条鱼 再把鱼从中间把它给分离半 可以变成一个非常优雅 又帅气的这个东西呢 叫做什么东西 叫做蝴蝶结 好不好 如果觉得没关系 现场不够嗨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一秒钟可以变狗狗 好不好 做眼镜对不对 怎么办呢 把左边的气球拿起来穿过 左边的洞 右边的气球拿起来穿过 右边的洞 这样子呢 这个非常帅气的眼镜 就可以放在我们小梁的脸上 这样子呢 有没有就帅很多 好啦 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接下来呢 拿着把宝剑 还有你的腰带 跟你的眼镜 你要保护现场 所有人的安全 没问题吧 给我们的小梁 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哇 小梁 刚刚让你上来这么久 我刚刚说过 上来的帮忙的人 要送他什么东西 你还记得吗 海绵宝宝 对 海绵宝宝一支嘛 对不对 海绵宝宝一支 对不对 小梁 你既然已经拿到这么多造型了 海绵宝宝我们送给其他的 你们说好不好 好 你们够了 不要这样子啦 一定要送给你的好不好 就送给你 我们的海绵宝宝 一支 好不好 一支 好 再次以热力的掌声 谢谢我们的小梁 掌声 谢谢大家 谢谢 上来帮这么多的忙 谢谢 哇 满载而归好不好 满载而归 好 接下来呢 我在台上呢 还有一些东西呢 我一样要送给我们现场 一位 幸运的 观众朋友啦 好不好 我要找一位 非常的 勇敢 祈求人 李盛唐 与第一个观众的互动 效果不错 于是他又继续请上一位观众 和他互动演出 而此时 在幕后等待上场的小金宝 显得有些不安 紧张吗 挺紧张的 为什么 第一次面对那么多人的舞台 你不是老演员吗 不是 以前都是在电视台呀什么的 没有在电视台的眼光 嗯 对 还是好火 害怕 好怪吧 也不用害怕 一旦 齐琳哥哥跟你一起 好好演 郭德纲安抚着小金宝 并抓紧最后上场前的一点时间 给他指导起来 直接因长版的拨前一场矛战 这招提 稳住 稳住 可节奏把握好 直接因长版拨前一场矛战 长版拨前一场矛战 纳赵云 单枪逼马 闯入操音 就在郭德纲 给小金宝场外指导的几分钟里 李盛堂在台上的表演 却发生了急转直下 由于他的表演节奏比较缓慢 而且形势内容稍有雷同 台上的观众开始有些不耐烦 并喝起了倒彩 最后还有这个东西 回鸭子的尾巴 把这尾巴一样放到你的后面去 这样一只超级可爱的长老鸭 就送给你了 这个礼物全部都给你了 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他 怎么了吗 全部都送给你了 这只非常可爱的鸭子 刚刚找两位男性观众 海绵宝宝 送一位漂亮的美女 有没有哪一位美女 想把这只海绵宝宝给带回家的 举个手 看一下多少了 你是不是来这只海绵宝宝呢 直接就送给你了 再一次热点掌声 谢谢我们这位漂亮的小姐 谢谢 好啦我是来自于台湾的魔幻气球的李正常 我的这段气球的脱口秀 希望大家会喜欢 大家有机会再见啦 拜拜 在刚刚演出结束的时候啊 我就是有人跟我说 有人在喝倒彩 其实在演出的时候呢 我不知道 那个叫做喝倒彩 因为呢 我在台上第一个是 我听不懂 因为他们是说什么 下来吧 这样子 他们全部含糊在一起 那时候我不知道他们在喝倒彩 然后我下台的时候呢 就是有朋友来 有导演来跟我说 那个时候我的心情 其实老实讲 我还蛮难过的 这样子 我就是说 为什么这么多人 都还蛮开心的 为什么会有人不喜欢 而且不喜欢的人 还这么勇敢的 给表现出来 其实内心真的是 纠结了一下下 可是呢 我觉得对我来讲 那个只是一下下而已 李正常人还好 因为有的演员 可能一战就慌了 他还算是有头有尾呢 把他表演完 其实到HOME 他有些地方 节奏应该再催上去 或者有个地方 还能再稍微调整一下 已经不容易 实属不易 也说明了 上演确实 不是每个人都能干的 上台的时候 注意 把这手也用 两个手也都不用 咱们去拽子 没关系 说说的底 有底 好 哥哥哥刚才表演的 不怎么受大家的喜欢 但是我有一点害怕 可是我要努力 您欣赏群口相声 巴善平表演者张金宝 郭奇林 于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伙的掌声鼓励 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 是 这场把我们两个人换上来了 我们原来 我跟马王爷老师在一块演出 非常高兴 确实 我师父是难得一见的人才 真是啊 三千年一开花 三千年一结果 还是马王爷 是怎么的 怎么了 哪有这么形容人的 就是爱跟您在一块合作 那当然 同时我也代表观众朋友们 向您道一声 您辛苦了 大伙辛苦 您看在这个相声 方面上 我是向您学习 我在其他的专业上 也有所建树 还有其他的专长 有其他的爱好 什么爱好 能说吗 很不能说 我喜欢文史 文学历史 您少说俩字 爱研究这个 没事就得学习 确实 我打小就爱看书 这是好习惯 小时候 三岁那年 看书 这么搞 十万个不为什么 看吧 那就别看了 什么都不为 还看什么 看完了 继续看 还看什么 看十万个为什么 我当答案 这么看 上下级 上下级 什么上下级 在前空子 在前空子 最好 按题做了 这书 学习 跑去这个 古典文学也有所设立 那可很设立 四叔 六舅 七姑 二奶 三姨 干老了 这都读学 这些亲戚您都看过来了 串门子吗 你不是 读学过 真的 相声这方面 我可能不如你 你别客气 但是这个文学方面 你得向我请教 咱们互相学习 对不对 互相的称呼师父吗 你这野心太大了吧 互相的称呼师父 给我爸爸创 你给你爸爸什么创 他够占便宜的 怎么了 没有互称师父 就是说我在文学这方面 比较有权威 有权威也没关系 对不对 互相学习 这已经到头了 都能教了 你站在这十几岁 你过来称师父 你还是个小孩子呢 小孩子能教谁 能干成什么 打住打住 你说什么 小孩子呀你是 小孩子当中 也有露脸的英雄人物 我怎么不知道 不知道 我说说你听听 在想当初 什么叫想当初 就是过去的事情 不是现在 大宋朝文艳博 幼儿道有 冠血 扶求之志 司马温公道有 破瓮 救儿之谋 汉孔荣 四岁让礼 懂得谦逊之礼 十三郎 五岁朝天 唐刘燕 七岁举汉林 一个正字 参蓬礼 汉黄湘 九岁温习奉亲 秦甘罗 一十二岁 身为宰相 吴周瑜 七岁学文 九岁习武 一十三岁官拜 水军都督 统领六郡 八十一周之兵权 师苦肉 献连环 济东风 戒凋零 火烧战船 杀得涛涛是 望方鼠窜 陷息 命丧江南 对有卧龙 放出之相当 那周瑜 也算小孩子当中 致魁一首 这些个小孩子 您说有没有露脸的 那是 您竟说的好的了 尿炕的 您一个都没提 不过他也是 对不对 小孩子也未见得 没有人才 那可 得了得了 您哪 也别跟我过 也不去 干嘛 我呢 可能刚才说话比较莽撞 您哪 说个对 您就原谅我 我就是这么个莽撞人 什么 我是个猛撞人 猛撞人 对了 那你可比不了 怎么呢 来个猛撞的 还有人比我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大家好 好吗 那我说说 您听听 在想当初 你说 厚汉三国 有一位猛撞人 此人姓张明飞自义德 家主卓州范阳俊 自桃园结义 大哥姓刘明飞自玄德 家主大树楼桑 二弟姓关明宇自云长 家主山西部州谢梁县 三弟气势张飞 后续四弟 姓赵明云自则龙 家主镇定府长山县 破战过盛人称 长盛京举 只接音长板波前一场熬战 纳手于单枪匹马 闯入操营 坑倒大道青年感 多说三条 马落悬坑 勘勘费命 曹梦德在山头之上 棍底丢阵 这一山下一川伯小将 不愧拨甲 拨击靠 左骑拨马 收拾 亮银枪 此乃一名勇将 心想 我若收拂此将 可愁大事不成 心中便有爱将之意 暗中有许数保护赵云 那许数 竟得操营 是一级未发 今见赵将军马落悬坑 口尊 丞相莫非有爱将之意 曹操言道正是 许数言道 休放冷线 可以受服于他 曹操人听 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 三军听分明 不要活着人 不要死子龙 都有一兵一将 生死赵将军之性命 我八十三万人马 五十一元借将 与他一人抵偿对命 中将能听不敢上前 往后而退 也正是长盛将军杀伐笑容 越马跳出血坑 杀了个激进戏中 正在闯出重围 曹操一见 作严的勇将艳能放逃 在后面紧紧追赶 直到党洋桥衔 不见赵云 这一黑脸大汉 立于敲头 盲问夏侯敦 夏侯将军 黑脸大汉 他乃何人 夏侯敦言道 丞相 他乃张飞莽撞人 曹操问定 倒戏口凉气 详细日 光人在波马破着眼凉之时 曾对某家言道 他有意义 结败散地 姓张鸣飞 自已得 在万马英中去上将手机 用探当学务 反掌 官奔一奔 近离界 活着英雄 撤去某家 庆罗伞盖 那某桂冠 忙着人的 无意如何 庆罗伞盖撤下 弹写张飞 暴楼 蜿蜿蜒 面中润点 黑中桃亮 弹成头黑下 黑豪抓紧下方 喊下衣服 黑洞人 扎的扎杀 又出钢针 下铁铁店 头戴 并且亏 竹银召开 二龙高宝 世界某轮 善战霸宝 轮轮散 外桑 其中 是地做的 大夜间混甲 内衬造了草 下车 洪宽 鼓头转靴 挂下马 万里 烟尚收拾 杖霸 十毛 驴桥头之上 咬牙且吃 除一群愤怒 大骂 操作丁阵 对 经营林家 赞也得次 而 或攻或战 或战或战 或刀 或战或退 而 不攻不战 大骂梁胜 顺水哄流 大骂三人 在党样求谁顿 后人村有诗 赞之月 党样求贤 旧赵云 喝腿操操百万针 姓张名非自义德 万古丢方 蒙撞人 这蒙撞人 你比得了吗 哎呀 蒙撞人比不了 张飞比得了吗 张飞呀 咖飞我也比不了 怎么了 孩子 过来吧 啊 来 你老说这 嗯 说咱半天我不愿意 就算得了 得了你不吃 就很听了 我听谁唱啊 我瞧 我瞧谁练呢 别姐 别姐 别姐过得去吗 算了 算辣吃酒菜 你让我小 小也没欺负你啊 我说我岁数小 还没埋怨呢 去你了 好咱们笑江湖的两位表演嘉宾呢 李胜唐 张金宝两位呢 已经表演结束了 那下面呢 有请郭德纲老师上台讲两句掌声有请 来 往前来 这是我新收一小徒弟啊 长得特别像于老师啊 斜了门了啊 很像于思洋小朋友啊 站在你大爷跟前去啊 跳江湖到今天就结束了啊 于老师跟我都作为现场的评委 见证这一比赛 最后选出来李胜唐和张金宝站在舞台上 那么此时此刻啊 就要大家拿出两分钟的时间来 看一看哪一个选手的呼声比较高一些 我也同时请出我们总评委之一 央视员春晚总导演 袁德旺先生啊 来 历届春晚总导演 我这就算上了春晚了 袁先生 袁先生给大伙说两句吧 华旗校江湖呢 举办了好几个夜 今天借德运社成立15周年庆典的日子 那么这个最终进入决赛的两位 一个是刚才这个小孩张金宝 还有一个前面当家看到那个变气球 李胜唐 那么完全是由现场的观众来决定 是这意思吗 对 这个我们是有一个非常科学的方法 就是让大伙喊 因为他说这怎么弄啊 最早说投票我太麻烦 人听一下把票根搁那 后来他们说 花旗的人说的 花旗 一人发一瓶果茶现场扔 我说这扣着盖还行 这回弄一身写的呼啦的 后来说干脆咱们就喊吧 待会咱们这样把盛唐请上来 对 郭麒麟手里拿一分被移 他往前一举 这是一相当高级的玩意 对 然后各位你们就玩了命的喊 喊完之后咱们这有一电视 这上面有这个指数 谁要赢了呢 谁就会分我今天演出的票房 我这小孩要钱没用 知道吗 那台湾的 来来来 我们请出来自宝岛台湾的李盛唐 来快来 来来 好 现在是这样了 很简单 站在这边来盛唐 来来来 金宝这 站在金宝这 郭麒麟 你手里拿着一个分贝仪 这是我们吃巨子 花了三十多块钱买来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还是一次 因为刚才表演也是盛唐在前面 算是一号 刚才李宝是二号 我说一号 大伙就 就喊 咱看看最后是多少 然后说二号 您各位 您再说一遍 谁是一号 一号就是李盛唐 这个高个的是一号 二号是张金宝 但是最后你们就会 跟我的电话 你们都准备好了没有 好 现在已经清零了 那么支持一号李盛唐的 请呐喊 对上去 这是电脑控制的 你要坚持 92.3 记住这个数字 92.3 对上去 这是电脑控制的 你要坚持 92.3 记住这个数字 92.3 好极了 来 清零 好 支持张金宝的请呐喊 好 来 告诉我们支持指数 好 好 这是现场观众们的呼声 虽然说张金宝说下 这里面没有任何的虚假 那么我们 郑重地宣布一下 华旗笑傲江湖 最终获胜者 张金宝 好 好 这个 我徒弟今天会分我票房 这样吧 你也别分了 拜师别花钱就得了 再次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 谢谢元导 你辛苦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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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小金宝夺得总冠军 本次华旗笑傲江湖也圆满落下帷幕 对于李正堂和张金宝来讲 能参加德运社15周年商演 无论胜负 相信在他们的艺术道路上 都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对我来讲 我是觉得蛮开心的一件事情 因为曝光率 就让大家都知道我这号人物 然后知道我的演出这个东西 用气球的脱口笑来进行演出 这个是我的招牌 在笑傲江湖这几集的录影当中 所得到的难能可贵的经验 师傅 我得半斤了 真好 祝贺你 接下来 你知道你要喝票房的事情吗 知道 什么叫票房 不知道 他们有人说票房就是钱 你要钱吗 不要 你怎么不要钱呢 我只要师傅对我的关爱 票房啊 就指着演出卖的钱 你还不知道他买多少钱了 就最后就裹完事之后 叫你把你妈来 然后把钱分给你 那你要真给你钱了 你打算干嘛用 我觉得先给师傅 哈哈哈哈 哎太好了 我很高兴啊 好好的学相声 好好的上学 做一个人健安的快乐小男生好吗 好 好 好 耶 Yay!